无论怎么讲 会战并列 是八十万对八十万 又是在我 六十万对八十万 这是一国假生番 假生就假生 又把他持下去 这是一部关于淮海战役的电影 也是大决战系列当中的第二部 把一场动用三百五十名主演 六万多群演 值得一提的是 剧组特地邀请了三大战役亲密者 参与了拍摄 一位上将 一位中将 一位少将亲自担任顾问 张震上将 还是淮海战役总指挥 素于将军的得力助手 将军都亲自下场 战士们的表演就更加卖力 抬着梯子渡河攻城 在寒冬中 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还忍受着实弹和火焰喷射器的 非接触攻击 真实地还原了淮海大决战中 围歼皇帝兵团的真实天长景 1947年7月至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全国各战场转入进攻 1948年9月到10月 由于辽沈战役 济南战役和各战场的胜利 战争双方力量发生了质的变化 整个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1948年10月11日 毛泽东建构华野 提出了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的设想 第一歼灭黄百套兵团 占领新安镇 藻庄 林仪等地 同时 中原野战军因攻击正曲线 牵制孙原良兵团 以减轻华野组员的压力 另一边的老蒋 非常希望能够改变战局 为此 他决定在徐邦地区与解放军决战 投入了80万大军 在兵力上形成优势 淮海战役打向前 蒋介石原先选定的指挥官是白崇喜 但他后来却又突然变卦 艾难执行 副作义要来南京 只要他从华北将50万部队撤回来 一切都好谈 顾祝同代替蒋介石去的徐州 进一步传达了作战计划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郭鲁归 他是我军安插在国民党的红色人物 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其中 在淮海战役期间 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 他在这次战役中 起到了全途开视野的重要作用 目前国民党部队 是阎龙海路一字排开 这个看上去为国民党着想的方案 却暗藏伏笔 他将驻守连云港的部队 划播给了驻守西安镇的黄百涛 当其他部队都向徐州集结时 黄百涛原地不动的同时 希望前方部队等他一下 这样在撤退时有个照应 但前方兵团并没有理会 直接开赴徐州 当华东野战军的张震和肃宇将军 得知这个情报后 立即改变了行进方向 来不及起草叮包了 招炒军委叮包云文 转发国国送队 立即改变行进方向 是 至此 1948年11月6日 淮海战役的第一掌 花野攻击黄百涛军团 正式拉开帷幕 素语为迷惑国民党军 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公立电台 不停向外发出指令 国民党军误认为 花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 黄百涛兵团接近12万人 竟没有提前在河上架设敷桥 仅靠一座桥在短时间内 通行12万人弹劾容易 就在唐人几人过桥的时候 华野的炮火已经打到黄百涛兵团头上 曹八级是他们的撤退必经之路 黄百涛命令兵团 首先占领曹八级 就是人死绝了 也要守住 另一边的华东野战军 素语将军 也命令兵团不惜一切代价 占领曹八级 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和疾风 张可霞冲破重重障障碍 成功地组织了防区部队战场起义 至此 素语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切断了黄百涛的去路 剩下的七万大军 被牢牢地围困在了 以年装围中心的二十几个村庄里 这时候 蒋介石几点了葫芦岛 要杜宇明即可返回徐州 帮助刘志做他的副职 同时命令邱青权第二兵团 和李尼第十三兵团 由徐州向东攻击 为黄百涛第七兵团解围 此时孙元良兵团 刚刚经过素线北上徐州 而后面的黄伟 李延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 尚有一段距离 正应的那句话 早饭已过 午饭未到 素线正好在这个空档上 于是 刘邓大军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 决定攻打素线 回到徐州的杜宇明 对眼前的局势分析的一清二楚 他的本意正好和国防部的命令相反 先向西打刘邓大军 再挥师向东解救黄百涛 但刘志还是想先救黄百涛 无奈之下调出两个兵团 去救被围困的黄百涛 素线很快被攻占 切断了刘志 杜宇明兵团的退路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 11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 决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 统筹华东 中原驱逝 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蒋介石下令 黄维第十二兵团 即邦布之李延年第六兵团 刘汝明第八兵团 向北推进 重战速线 历史总是那样的巧合 大战之前 双方都召开了军事会议 无论怎么讲 毁战并列 是八十万队裸四万 又是在磨 六十万队八十万 这是一国假生番 假生就假生 又把他持下去 修清权 李弥兵团 共五个军十六万人 由徐州向东攻击解放军 解救黄百涛 至此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 也最为惨烈的阻击战 徐东阻击战正式打响 这次阻击战 杀敌两万余人 自伤1.7万人 11月15日 为了再歼灭黄百涛后 能够和维秋里两个兵团 华野阻击部队和动向后收缩 以便秋里深入 国军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报捷 蒋介石将这一喜讯 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卑微的黄百涛看到后说道 也就是这个秋清泉秋疯子 偏偏在这个时候慢慢悠悠 不急不忙地向黄百涛靠拢 他也是为了保存实力 万一赢就不成 反而将自己的人搭进去 黄百涛急得直跺脚 总前危眼见秋里兵团部钻入圈套 于是集中兵力先解决掉黄百涛 11月19日华东野战军全力加快对第七兵团的维艰作战 在一处渡口 解放军硬是用人工架起了浮桥 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解放军战士牺牲一个就换上一个 1948年11月22日 华东野战军将第七兵团十万人全部歼灭 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涛阵亡 到了这里 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完成 第二阶段歼灭黄违兵团由此开始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歼灭后 由邦步进军的李延年第六兵团 刘汝明第八兵团 担心被解放军攻击而拖延北进 造成从华中剿匪总司令部 增援向速线进军的黄违第十二兵团 为之突出孤立在解放军的阻击下 这三个兵团无法靠拢徐州打通徐州 蹦步间联系战场形势对国民党军极其不利 第十二兵团由盲城出发渡国窩河 毛主席电稿刘邓 一切指挥由他们决定 在紧急时可以临机处置 情况紧急时 一切由刘晨登临机处置 不要庆施 1948年11月25日 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积 11月27日 成河为尚不严密 以四个师兵力为先头 向东南方将全力突围 本来这次突围的先头部队全力突围的话 正面阻击本就兵力不足的解放军 或许真的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 就在这时 第85军第110师师长 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率布阵前倒戈 使皇帷突围计划失败 军心动摇 使其一决布阵 值得就地固守待援 1948年11月28日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再次到访美国 提供3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要求 被杜鲁门拒绝 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 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于是蒋介石下令 徐州方面全部撤退 1948年11月30日 杜鱼明放弃徐州 向西南沿永城 郭阳撤退 他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从两怀撤退 花东野战军发现国民党军撤走 随即以七个纵队三十万人发起追击拦截 素玉将军一致担心 只有七个纵队如何能追上杜鱼明 在这最关键时刻 蒋介石为杜鱼明送去了一张命令 杜鱼明只能照这个首令执行解救皇帝兵团 王帝迅速令国兵团停止西境 转随西口 取洁境 接皇兵团指挥 不知三军之权 而同三军之刃 每到重要关节 总是直接干预指挥 完了 完了 照这个首令执行 三个兵团 数十万将士 眼睁睁的 就 由于南县李延年兵团缩回蹦步 华东野战军又从南县令抽掉三个纵队 加入北县对杜鱼明集团的围攻 最终12月4日 杜鱼明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 永城东北陈关庄一带 1948年12月6日 中原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 对第十二兵团全线发起攻击 1948年12月12日发起总攻 中攻击明临 从12月6日午后 十四三十分开市 全线队第十二兵团 中攻击 炮纵首先向皇帝兵团开炮 一时间 皇帝兵团士兵无力招架 但毕竟他的兵团是国军中的精锐 攻击任务也导致解放军损失惨重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 解放军总算看到了皇帝兵团的核心阵地 自知不敌的皇帝 只能做坦克逃离 逃离过程中 他的坦克却抛了牢 随后被俘虏 这次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完成 第十二兵团残捕各自突围被歼灭 消灭了国民党军十二万人 第三阶段 围歼杜郁明 解放军对何为的杜郁明发动政战宣传与劝降 消耗其心理 为围歼杜郁明部做最后准备 虽然杜郁明拒绝投降 但瓦解了国民党军官兵士气 何为圈中的国民党补给短缺十分严重 虽有空头补给 但远不够用 杜郁明自知在他脱离指挥位置之时 也是他脱下军装之时 所以杜郁明放弃了搭乘飞机回南京的机会 我还能活着回南京吗 飞机派来了 可并没有总统的手艺 总统曾亲自对我说过 举奔会战 生死有关 你杜郁明脱离指挥位置之日 也就是我不得不脱下军装之时 有他这话 还容我考虑后路吗 1949年1月6日 解放军向青龙及陈冠庄地区 北围的杜郁明部发起总攻 9日消灭第13兵团大部 残部撤往第二兵团防区 1月10日战斗结束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郁明 在安徽省消遣张庄寨镇张老庄被俘 第二兵团总司令邱青权被击毙 胜利再次震惊世界 这也是淮海战役终结的重要标志 为拍摄大决战之淮海战役 共动用了炸弹3500个 TNT炸药160吨 黑白烟幕70吨 血浆100公斤 军用装甲车20辆 真坦克50辆 可炸汽车100辆 空爆弹170多万发 真炮弹1万朵发 假枪支6000支 刺刀6000把 真枪实弹的装备 造就了大决战之淮海战役逼真的场面效果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